35題 阿杜發現他家中兩間浴室燈泡亮度不同 仔細觀察後 一間浴室的燈泡甲上標示110伏特200瓦 另一間浴室的燈泡椅上標示110伏特100瓦 則有關於使用這兩個燈泡時的敘述 何則正確 我們看到他的標示呢 是110伏特200瓦 表示正常使用要接在110伏特上面 110伏特100瓦 表示正常使用要接在110伏特上面 這兩個使用的電壓是一樣的 所以選項B說 電壓甲小於乙是錯的 應該是甲會等於乙 那麼同時呢我們看到呢 這個正常使用的時候 甲燈泡會有200瓦 那麼乙燈泡會有100瓦 所以就表示呢 甲燈泡會比較亮 乙燈泡會比較暗 所以選項C說亮度是甲小於乙也是錯的 應該是甲大於乙 既然已經告訴你一個是200瓦 一個是100瓦 所以當然是200瓦消耗的能量大 100瓦消耗能量小 所以選項株說 消耗電能甲等於乙也是錯的 還是甲會大於乙 那麼至於電流呢 現在題目上面呢是有功率 那麼有電壓 所以要求電流是P等於IV 現在我們的電壓大家都一樣 所以我們就知道如果功率比較大的 電流就會比較大 甲的功率200瓦比較大 所以它的電流就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就看到選項A是對的 所以第三十五題問我們說 有關於使用這兩個燈泡時的敘述 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呢 要選的是A電流甲大於乙